凤林镇有国际曼城之称 而正公所因此设立三座不同造型的曼城蝸牛装置艺术 为了让来访的游客可以提高防疫安全 特别在春节前夕 为这三只曼城蝸牛戴上口罩 以提醒来往游客要注意防疫旅游 一起过个安全的农历春节 春节假期即将到来 从各地回乡的民众也将变多 为了加强来访民众以及游客的防疫观念 凤林镇公所特地将辖区内的三只曼城蝸牛装置艺术 戴上了口罩 希望提醒游客自己的防疫观念 为旅游堆称保障 我们凤林是国际第一曼城 所以曼城的标志是蝸牛 本镇有三个蝸牛的偶像 但是我们每一个蝸牛都给它挂口罩 那那个蝸牛常常都有人趁来打卡 那挂口罩让观光客以及本镇的证明 大家知道说我们随时要注意挂口罩 口罩挂钱虽然是第一防止我们新冠状飞源的传染 那也是可以防止我们一般流行性的感冒 对我们人的身体有相当大的保护作用 目前本镇虽然没有确诊 但是我们都相当的注意 也在一直在宣导 请我们的证明多多的都要戴口罩 请洗手避免有确诊的发生 镇长萧文龙也希望每一位游客来到凤林镇 能够感受花洞地区客家第一大镇的文化魅力 除了来观赏凤林镇的美与文化 也要注意自身的防疫安全 才能够为旅行带来美好的回忆 记者林杰 凤林镇采访报道